欢迎回来,赶安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超简单的麻辣酱蒸嫩豆腐食谱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美味口的时候可以做这道食谱 嫩豆腐,嫩滑浓郁豆腐香陪着麻辣酱一起吃真的很棒哦 吃豆腐减肥的四大理由降低食欲,减少,更年期的增重 改善并控制葡萄糖以及减少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肥胖的功效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了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只需要嫩豆腐 嫩豆腐倒入蒸盘内切块 豆腐蒸三分钟 豆腐蒸好了取出 一汤匙麻辣酱 一汤匙麻辣酱 一汤匙酱油 像这样就可以再送入蒸炉蒸一下了 酱油少量就够了 主要是要吃麻辣酱的和豆腐的香味哦 豆腐再蒸五分钟左右 麻辣豆腐出炉了 麻辣豆腐出炉了 这个麻辣豆腐做法简单易做 不需要开锅煮炒 豆腐的黄豆清香味道 陪着麻辣酱炒一点也不油腻哦 豆腐是一种营养丰富又历史悠久的食材 其主要的生产过程 一是制浆 即将大豆制成豆浆 二是凝固成型 即豆浆在热与凝固剂的共同作用下凝固成 含有大量水分的凝胶体 即豆腐 豆腐内含人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 环 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 素有植物肉之美称 豆腐的消化吸收率在95%以上 估计很多人会好奇了 豆腐减肥法为什么会流行起来 其实豆腐是营养师公认的减肥好帮手 因为其中的植物性蛋白质可以支撑胃部的饱足感 也相对会减少我们对于淀粉 油脂类等高热量食物的摄取欲望 100克中只有约76大卡的热量 几乎是白米饭热量的一半 微不好可以吃豆腐吗 微不好一般可以适量吃豆腐 不可以多吃 豆腐当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 比如蛋白质 钙元素等 胃不好的患者适量地吃一些豆腐 有助于为机体补充营养 一般不会导致病情加重 但是由于蛋白质比较难以消化 而且豆腐属于产气量比较多的食物 如果过多地吃 有可能会增加胃肠道负担 反而不利于疾病 两种人不适合吃豆腐 临床上至少有两种人 比较不适合吃豆腐料理 第一种是身体虚寒 常常会出现手脚冰冷 腰酸吸痛 脉微弱 脸色苍白 体劳无力或身体浮肿等 另外则是有痛风的人 因为豆腐还有大量票令 会引起尿酸升高 痛风急性期要少吃 豆腐是健康食品吗 豆腐不仅好吃 对健康还有很多好处 豆腐中含有丰富的大豆一黄铜 而且豆腐是一种 富含植物蛋白的食物 它低脂 不含胆固醇 对心脏健康也是有益处的 2020年 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 对20万参与者进行了数据调查 调查发现 与不吃豆腐的人相比 每周吃豆腐超过150克的人 关心病发病风险降了18% 我喜欢简单食谱 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 也一定要简单 可以快速完成 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 对吗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8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健康低脂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388个健康食谱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感谢观看